四方门门主东方玉正在筹备聘领 却突然看见门外有黑影闪过 东方玉连忙追了出去 发现门口的守卫全部残死 怒不可遏的东方玉当即施展轻功 追上黑衣人与其展开大战 黑衣人的武功极其高强 即便是修炼了东风玄弓的东方玉 也明显不是黑衣人的对手 黑衣人没有回答东方玉 再次持刀杀了上去 仅仅不过两招 便一掌击中东方玉的胸口 见识不妙的东方玉制出龙行针 却被黑衣人轻松躲过 黑衣人还来了一个回手掏 一刀刺向了东方玉 东方玉防备不及 只能用双手死死夹住长刀 东方玉被黑衣人一刀中伤 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他遗憾地对龙袖道歉 不能实现当初的承诺 照顾和陪伴龙袖一辈子 龙袖看着心上人逐渐失去生息 哭得是泪流满面死去活来 数个时辰后 袁孝天等人得知噩耗 赶回了四方门查看 龙袖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 祈求袁孝天一定要找出真凶 替东方玉报仇血恨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那个杀人凶手 替东方兄报仇 袁孝天为了找出杀人真凶 调动了擎天剑派的所有弟子 并寻求各大门派的帮助 可整整三天过去 依旧没有查出半点线索 这让龙袖非常的抓狂 不禁埋怨起了袁孝天 你这个武林盟主是怎么当的 到现在都已经三天了 你竟然还查我头绪 龙袖 不许你连孝天如此无礼 孝天身为五月八派的武林盟主 江湖势力何其大 可到现在连袖手的影子都没有查到 根本就是追查不力 面对龙袖的指责 袁孝天无力也不想辩解 而就在这时 一名擎天弟子前来禀报 朝廷的钦差大臣驾倒 令袁孝天没有想到的是 这名所谓的钦差大臣 正是当年伪造圣旨 害死袁孝天全家的单公公 单公公 单单 单单 你又回到皇上身边了 是啊 世事无常 谁也没有想到 我会有闲鱼翻身的一天 能够再次得到皇上的宠信 更没有想到 还能再见到你 单单身受尚公公的恩惠 尚公公也被单单救过性命 两人刚一见面就嘘寒问暖了起来 亲密的举动更是让龙刚促进大发 在和单单叙旧一番后 尚公公说出了他的来意 皇上规定的三天时间已过 要袁孝天交出杀害六王爷的凶手 单单知道袁孝天无法交出 连忙出言向尚公公求情 希望尚公公多给袁孝天一些时间 谁知尚公公文言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还强调他是特意前来帮助袁孝天的 云飞得知此事后找来了尚公公 他猜测尚公公的来意并不简单 面对云飞的质问 尚公公面不改色坦然应对 说出他经过这次大起大落 心境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 不愿再过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并且他也愿意和云飞化干戈为玉伯 不再计较云飞暗算他的过往 云飞见尚公公改变的确很大 也就相信了尚公公所言 谁知就在两天后 尚公公接到了一名晴天弟子的举报 说是看见黑衣人出现在了晴天剑派 不利的证据指向了晴天剑派 让作为掌门的袁孝天大胆不妙 随后尚公公拿出了一封密函 密函中举报袁孝天野心勃勃 不甘心只做一个武林盟主 还想举兵谋反称霸天下 袁孝天见状大惊失色 解释他虽然是蒙古人 却是被袁绍卿抚养长大 忠君爱国绝无叛逆之心 尚公公认为言之有理 可为了洗清袁孝天的嫌疑 他必须要搜查晴天剑派 袁孝天无奈只好答应 任凭尚公公随意搜查 北唐仙二的话音刚落 一名士兵就在石缝中 找到了一个蓝色的包裹 包裹里面正是一套夜行衣 我记得这黑衣服 李哥哥被杀那天 那个人穿的就是这衣服 这是断魂纱 小天 你应该认得你娘的东西吧